虽然没有参加升旗典礼 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香港主权移交 25周年庆祝大会和新任特首李家超 及第六届特区政府的就职典礼 之后习近平发表演说 一开始就把重点聚焦在香港的一国两制 习近平还在谈话中提到 政权必须掌握在爱国者手中 这是世界通行的政治法则 另外习近平还说中央政府对特别行政区 拥有全面管制权 这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源头 还说港版国安法确保了爱国者治港的落实 言语间似乎透露着 未来北京政府对香港的管控会越来越紧缩 庆祝活动结束后 习近平在李家超陪同下 前往了高铁西九龙站 乘坐专列返回中国 结束他这次闪电防港行程 香港主权移交二十五周年 港府照例在湾仔金子金广场 举行了升旗仪式 因为防疫的缘故 所有来宾都要戴上口罩 座位间距也拉大 也没有设立公众管理区 而当旗帜升旗的同时 由固定翼飞机及直升旗 组成的四机编队 飞越金子金广场上空 展示五星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有二十七人组成的户齐方队 在进场时采用中式步操 以往的英式步操正式走入历史 华尔新闻 华尔正如飞君报导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想要看到楚国最新的动态 赶快订阅华市 与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国務所在来的